据媒体报道,3月15日下午,KBS电视台表示,因为成员郑俊英涉案的关系,两天一夜暂时停止制作和播出。 电视台方便表示,郑俊英因涉嫌非法拍摄正在接受调查,KBS决定禁止其所有节目的演出,并决定暂时中断两天一夜节目的播出和制作。 因此,从本周开始,两天一夜节目将暂时由其他节目代替播出。 值得一提的是,郑俊英早前在2016年就已经涉及到了用手机拍摄前女友的视频,前女友曾指控过他,但最后两人达成了和解,而郑俊英当时就暂退过这个节目,非凡娱乐时事报道。